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心间 他叫我不谈不厌 阿弥陀佛在心间 抛开红尘多杂念 不管路间行我愿意去 埋开大不用向前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 我会完成这心愿 阿弥陀佛在心间 快乐在人世间 阿弥陀佛在心间 他叫我不谈不厌 阿弥陀佛在心间 抛开红尘多杂念 不管路间行我愿意去 埋开大不用向前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 我会完成这心愿 阿弥陀佛在心间 这次我们做了一些光盘 主要是法王如意宝 曾经99年 居士领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一个灌顶的光盘 这个光盘应该说 对现在的人来讲 有非常殊胜的加持和利益 所以宣讲极乐修法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修法之前 大家应该好好地聆听 法王的灌顶 应该接受灌顶 有些人可能想 那么从光盘当中 能不能获得了真正的灌顶 真正的加持 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今年讲书菩萨行论 传授菩萨戒的时候 给大家也是说明过 我们上师如意宝对传承方面 是非常的严格 但是他老人家曾经93年的时候 去美国当时在一个寺院当中 我们都接受了 第二世灯主法王的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灌顶 而且也是电视屏幕上得受的 当时上师也是说 我虽然没有因缘见过第二世灯主法王的尊严 但是有了这样的光盘 有了这样的灌顶还是福报很大的 我们一起应该接受他的灌顶 当场所有的人以真实灌顶的态度 大家都是以恭敬合掌 灌顶里面所有的一些需要跟上师念诵的都一起念诵 这个灌顶圆满结束之后 就上师都说大家应该心里面观想 我们真正获得了灌顶一样的 那么上师的一生当中的 关于传法 灌顶这些问题方面 如果没有真实的利益 一般来说根本不会这样的 这个是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有些老道友大家都会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我想通过光盘给大家阿弥陀佛的灌顶 就是非常的重要 就希望有缘的这些佛友应该接受灌顶 因为有个别的道友可能没有因缘亲自见过 我们上师如意宝的尊严也没有因缘亲自听受 聆听他的殊胜的教诲 但是我们也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 通过光监得受灌顶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这次我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大家 通过方便方法来为大家得受阿弥陀佛的灌顶 那么这一点对每个人 尤其是对往生极乐世界有殊胜意乐 殊胜信心的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也清楚很多的授记里面都说 凡是与法王结缘的人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在南方和东北的时候 经常也是提到佛友的一些问题 说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才能算与法王结缘 因为没有见过上师如意宝 当时我也关于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回答 我认为当然我们以前的有些道友在上师面前 亲自得受灌顶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与他结缘的 这是没有任何怀疑 然后现在没有这种因缘的人通过这次的灌顶 通过这次的结尚发愿 也算是与上师结缘 那么与上师结缘 而往生极乐世界的授记非常的清楚 曾经两百多年前 藏地非常著名的大师 叫做菩提金刚 那么他的一个未来授记当中 也是这样记载的 说是 有这么一个 非常清楚的教言 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面已经宣讲了五种圆满 五种圆满当中的第一个 殊胜的环境圆满 也就是说 右边的淡金圣山 左边的阿兰圣山 然后中间的 具有母天女圣山的那蓉的山沟 这是已经讲了 法王未来传法的地方 然后第二句当中就宣讲了 诸尊圆满 也就是说 莲花生大师的玉华生 法王极美彭所 极美两个字 在授记当中讲得很清楚的 然后第三句当中 本来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大家都知道 没有比丘里的传承 所以在藏地 很多年以来都是没有的 法王如意宝 八七年驱往汉地 接受汉族四种弟子以来 在我们来荣山沟当中 有了四种弟子 也就是说 比丘和比丘里都已经具足 所以已经有了四种眷属 这里面已经讲了四种眷属 然后发圆满 发圆满的话 大家也清楚 我们在藏地 有个别的道场 对大圆满 对无常密法是很重视的 但对显宗的五部大论 以及其他的显宗法 并不是很光红 而在汉地的个别地方 显宗很重视 但密宗几乎都是没有的 可我们学院并不是这样的 显密 双修 显宗和密宗的教法 就像是阎光普照大地一样 大家都共同获得法力 所以这四句当中 已经讲了法王的五种圆满里面的四圆满 然后这个偈颂 也就是说 手记的后面也是这样说的 历生死业 顶天立地业 清净说话 眷属辩四方 凡戒缘者皆生极乐刹 有这么三句 这一句讲了当时的世间圆满 所谓的世间圆满 在藏地出现各种各样的 毁坏佛教的 一些不好的时代 最后法王如意宝出来弘扬佛法 藏地也成了一个彩虹时期 彩虹时期算是世间圆满 然后凡王的四大眷属 不管是汉族藏族也好 这些眷属便于释放 这一点我们并不是自战毁他 大家也应该清楚 在藏地也好 在汉地也好 在国外 真正是拉荣的传承 如今便于释放 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但是最后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 凡是结缘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凡是结缘 值得是什么呢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这次通过灌顶 通过法王的要求 大家一心一意地念诵 阿弥陀佛的信咒三十万遍 或者曾经上师如意宝给大家 也已经讲过 只要能念诵 阿弥陀佛的名号 喇嘛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念了六百万遍 那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上师如意宝 已经曾经多次表态 担保过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大家 按照上师如意宝灌顶的仪轨 接受灌顶的时候 一心一意地想 真正的上师如意宝面前 接受灌顶 自己心里面就这样想 然后得到灌顶 得到灌顶之后 大家要如理如实地 修净多法门 那这样 我想对大家利益很大的 同时你们自己的一些亲朋好友 还有一些有缘的佛弟子 大家都应该 让他们结上发愿 我们上师如意宝 我们都这样想的 一定会是在这个极乐世界 因为上师一辈子的一些 弘法利生的事业 最后回向的情况 各方面来印证 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点 大家都没有任何怀疑的 上师往生极乐世界 上师的宏愿 已经有不可思议的因缘 所以不管是佛学院常住的 这些四种道友也好 或者一些外来的 菩提学会围主的 所有的这些四种道友 希望大家一定要 修行净多法门 尤其是在法王的光顶面前 得受灌顶的时候 以恭敬心来得到 然后心里面也是想 真正的上师如意宝 无二无别 我想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有时候 法王圆寂过了几年以后 我们也是 我前天都是在整理上面的有些文字 但看了之后 真的是 以前在上师身边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 那么好的因缘 现在听起来的 现在重新受灌顶的时候 有不同的信心 越来越增长 上师也说过 我在世的时候 你们很多弟子的信心 不一定是很大的 但我圆寂之后 也许你们的信心更加增长 那我想 我们可能很多弟子也是这样的 因此说 我也是见过在我们国内外 许许多多的大德 但也许是不同的因缘 所以像上师如意宝那样 精传加持的 这种人在自己感觉上 是很难得到的 因此我相信 上师的这种金刚语 任何一个人的耳边听到的话 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希望大家都是应该以恭敬 敌听 临受灌顶 在这种金刚语录 Brothers里面 声明 在这种金刚语里面 声明 咱们 声明 咱们 声明 员 一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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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但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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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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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大无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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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道友也不要想是 净土宗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 千万不能想 你们也应该好好地念诵 好好地修行 按照上师的要求去自己以前所承诺过的这些佛号都要完成 我以前承诺过的有些佛号没有完成 每天都是特别着急 突然死亡 突然死亡来了现在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都没有 因为每天都是发无患梦 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觉得 一直推着推着但是终有一天 死亡突然来临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会后悔的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别的道友 可能没有很多事情的时候 以闭关方式 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 尽快在上师三宝面前 所承诺过的佛号或者一些信咒赶快念完 这样以后自己有一种资粮 什么时候死亡来了 真的是很方便的 就是我想 我听说我们这里的有些老菩萨都说 法王如意宝在极乐世界已经等着我们 我们在这里派对前往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挺好的 应该心里面有这样的信心 佛陀在续部当中也是说了 得成就的话要么比较愚笨 但是心里面有非常纯直的信心 那种人很容易成就 很容易往生的 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有往生的心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以前也学过有四个因 一个是明观福田 积累资粮 净除罪障 还有发菩提心 发愿回向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观想佛陀 时时刻刻都是要 我要想往生 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意乐 如果有强烈的意乐 那么其他的因自然而然积聚的 麦彭仁波齐有关教言当中也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意乐 每天都是念阿弥陀佛名号 也不一定能往生的 所以说大家应该 时时刻刻都是要记住 我离开这个世间以后 一定要往生 一定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有这样的一种信心 就很容易的 但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往生净土法门 制造的违缘比较多 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教理 以世间的一些真理来经常说 往生并不是那么容易 等等有各种各样的邪说 关于这方面 我们以前在讲净土教言 净土教言当中也讲过很多的一些理论 大家应该会明白的 所以一方面大家好好地发愿往生 多念一些极乐愿文 另一方面多看一下 关于净土宗方面的一些教言 那么这个修法 是佛藏大师内若郎巴 就是莲花生大师 当时为了末法时代的可怜众生 有些法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逐渐逐渐因为众生的福报很浅薄 他的加持慢慢慢慢会消失的 二年师针对这些事情 当时非常殊胜的一些仪轨 一些教言 交给一些护法师 然后隐藏在藏地的一些 琥珀 山沿 大海以及包括虚空 或者一些决心智慧当中 然后教护佛法师以后 也收集 未来拿一名伏藏大师来开取 后来我们藏传佛教非常出名的 一百里八位伏藏大师为主 千千万万的伏藏大师 开取这个伏藏 现在国外的有些人 不知道什么是伏藏 尤其是一些汉地的人 分别念比较重 以前学的威武论 比较多的这些人 那当时莲花生大师 怎么藏的呢 藏在石头里面 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挖石头的 很多分别念来 但这些佛法的开取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 关于这方面 确实是藏传佛教当中 关于伏藏的教言 也比较多 我以前想讲一下 但是没有时间 这是一个伏藏病 伏藏病的特点 比如说 中间出现一些文革 或者毁坏三宝 染污深山 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 但那个时候那些经俗的 纯洁的加持和传承 一点都是不受损害的 所以在某一个时代当中 伏藏大师开取之后 他的加持非常非常的殊胜 所以说 一般来说 其他佛法的加持 接近一幕的时候 莲花生大师佛藏法的加持 就像雄雄烈火一样 在众生的相续当中燃燃生气 因此尤其是末法时代的时候 依靠这样的伏藏病来进行修持 一定会成就的 我们看最近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你们也有可能这么样的感觉吧 虽然时代现在很魔法着实了 无珠黑流的时候 但是这么多的人 人山人海 尤其是你们下午开极乐法会 刚刚下完课的时候看看 整个山沟都是已经 我以前看见了 觉得这么多的人 一口同声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真的是一个佛法兴盛的时代 心里面也是这种欢喜心 悠然而生的 那么这就是佛藏病的加持 这就是佛藏病 后来佛藏大师内饶朗巴 大家也知道 法皇如意宝的前世 十三十大内南马的今世 他开取了二十多佛藏病 他在有关的一些 他的祈祷文当中 莲花生大师和金刚海摩 还有当时莲花生大师的四大弟子 金刚夏摩 这三大无二无别的华生 在藏地非常出名的瑜伽石 同时他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一些作品 不仅是一个佛藏大师 而且他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文学家 他做的一些诗诗 历史 道歌等等 就是这些 我们后代人看了之后 真的非常羡慕 是这样的大师 那么佛藏大师当时开取的 然后十三十大内南马 他在佛藏的圆高上面 进行插下来 所以在我们整个 如今末法时代的历史上 像这样的殊胜法 真的相当地难得 这个历史 大家也应该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法顶礼阿弥陀佛 持阿弥陀佛之修法 首先皈依即发心 否刺进入持修法 首先皈依发心 大家应该清楚 你要念诵仪轨的时候 如果用藏文来念诵的话 当然用藏文的音来念诵 如果藏文的音 实在是没办法念诵的话 我想用汉文来念诵的话 也是法法以前开许过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念诵的前面 一定要皈依和发心 大家都清楚 皈依的时候 就像我今天 皈依阿弥陀佛 上师 以及十方诸佛菩萨 佛法 僧众 所谓皈依的意思 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 一心一意地依赖你 一心一意地 将自己的身口意 全部交付意 从之后不管是 遇到快乐 还是遇到痛苦 任何一件事情 我就是你的皈依弟子 就是在佛陀三宝面前 发这样一种誓言 这就是所谓的皈依 然后我们皈依的偈颂 念哪一个偈颂都是可以的 凡是皈依记 要念三遍 这是皈依记 然后发心 发心记也是一边念诵 一边自己心里面都是观想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也并不是利益片段的 或者一些个别的众生 我们就像《入行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天下无边所有的众生 现在已经成立在 轮回的苦海当中 为了摆脱这些众生的 心护 生的痛苦 我要全力以赴 一切的事全部付出 让这些老母有情 从苦海当中一定要获得解脱 不但是得到解脱 而且这种解脱 圆满真的觉得果位 要发这样的心 然后发心的偈颂念一遍 或者念三遍 这个是皈依和发心 大家在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先皈依 然后念发心 念完发心之后 就开始修观想 那么这个观想 它这里是这样的 一切法界空心中 当修周边慈悲心 如是空心悲心中 万物皆成极乐差 首先第一部词地 属于是密法 密法当中 也是一个圣迹词地 一般的显宗当中 没有这样的修行方法 大家都知道 我们净土宗的念佛法门 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念诵 除了念诵以外 一般观想都不多 要是观想在自己的前面 观想一个阿弥陀佛的身相 已经可以了 这是一般显宗的修法 当然密宗当中也是有 内需部的修法和外需部的修法 但这个属于是外需部的修法 外需部修法里面 也有一些自己观想一般的凡夫人 然后阿弥陀佛 观想在自己的前面 就像是以道友 朋友的方式 或者一些诸尊和路仆的方式 我们这个时序和心绪当中 也有不同的 但是在这里 自己要观察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修法 层次比较高 我们这里的道友当中 以前对密宗的这些道理一无所知 啊 怎么会是 自己都变成阿弥陀佛啊 这个问题有点想不通 我如果把阿弥陀佛放在前面 在阿弥陀佛面前求悉地 那是可以的 我是下等的凡夫 阿弥陀佛是佛陀 但是现在自己观察阿弥陀佛 这是有点困难的话 那说明自己对密宗的基础 还没有打好 可能先慢慢慢慢地修 显宗的修法 修显宗修法的时候 你先如果能真正明观 明观阿弥陀佛 如果自己实在不能明观 你在佛堂上面放一些 阿弥陀佛的照片或者一些树像 在前面做供养 自己祈祷 有非常坚定的信心来念佛话 或者念阿弥陀佛的心咒 都可以的 所以这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当然这里得过灌顶之后 生计次第的一种修法 我觉得大家尽量地用生计次第 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生计次第的修法还是很麻烦的 有时候灌不出来 就有这样的 但是你时间稍微长了以后 完全能灌得出来 你如果能灌 到时候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的 阿弥陀佛跟自己无二无别 这个时候只要一明观 马上一刹那间 一瞬间就往生了 这个时候就很方便的 因此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用密宗的修法 是最殊胜的 刚才也讲了 一切万法观想 你观想皈依和发心之后 你要观想的时候 就自己心里面观想 一遍念诵 这个下面的仪轨 只要念一遍 一遍观想 一遍念诵 然后一切诸法变成空性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抉择一样的 有也不是 无也不是 一切都是 远离四遍八夕的大空性 但是这样的空性 除了一些诸佛菩萨以外 我们世间的云云众生 一无所知 他们都是在漂泊 虽然一切万法是空性 但是我们世间当中 每一个人担着一些琐事 有些是担着家庭 担着自己的亲朋好友 或者对自己的感情 事业 以及自己方方面面的一些琐事 一直心里担着 所以这些众生 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什么时候这些众生能获得圆满正等觉如来的果位 从内心当中生起一种悲心 万法是觉着空性 空性没有动达的这些可怜的众生 觉得很可别的 对他们发一种悲心 然后悲心和刚才的空性 最后融入一体 变成一个非常相合的心态 那个时候 一切众生和一切七世界 全部都慢慢变成了 极乐世界的能一所一 也就是说 外面所有的世界 全部都 不管是你法无也好 外面的世界全部 就像《无量寿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七宝 八功德 制成清净的极乐刹土 里面的这些有情 全部是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化现 就像我们现在 你要观清净的时候 整个经堂 你自己所住的房子 全部都是七世界 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 一种妙用和显现 然后我们现在在座的所有人 都是阿弥陀佛的化现 一个佛能化现 百千万举子 包括外面看到的牦牛 乌鸦 以及各种各样有生命的东西 全部都是变成阿弥陀佛的化现 这就是观清净 万物皆成极乐刹 这样的观想 然后这样观想之后 开始自己要观想 自己观想的时候 念玉殿上自行舌 游笔发光成耳力 其便自称除有怀 阿弥陀佛生红舌 然后刚才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是观想极乐世界的状况 这个之后在极乐世界当中 把自己的心变成一个红色的狮子 红色的狮子在八半或者十二半 或者三十二半这样大的莲花 就是莲花 莲轮是紫红舌的 这样大的莲轮当中 中间有一个约轮 约轮上面藏文的狮子观想 把自己的心变成一个藏文的红色狮子观想这样的 然后这个狮子开始发光 发成红色的光 然后成耳力 成耳力的意思就是发出三十无数的光芒 然后每一个光断 出现一些八吉祥 七轮宝等等各种供品 这些供品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自己无始以来的罪障全部清净 功德一切圆满 积累资粮净除罪障 自利已经圆满 这叫做自利圆满 然后刚才狮子又不断地发光 发光之后 照射到整个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心里面存有的各种 比如说地狱汗热的痛苦 饿鬼饥饿的痛苦 旁生意识的痛苦 人类生老死病以及天人 斯多和阿修罗战争的 这些所有的痛苦全部消失 这就是所谓的利他 然后这个光 我们这样观想 这是很重要的 真的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修 不知道你们修多少 没有 这个耳力圆满之后 刚才那个狮子 马上就变成了处有毁 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自己的心原来是狮子 狮子作成耳力之后 马上就变成处有毁 阿弥陀佛 甚是红色的 处有毁的意思 我们这里都知道 所谓的处超越轮回 超越轮越的意思 有具足佛陀的实力 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等 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 然后坏的话 这里坏的意思就是摧坏 烦恼症和所知症以及四谋为主 世间的一切障碍 就是世间的一切障碍 这就是佛陀的 十种名号之一 佛陀叫除有坏 或者如来 善失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作成耳力之后 自己变成了具有 无量无边功德的阿弥陀佛 在我们显宗当中 可能自己观想阿弥陀佛 自己修佛满 这种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今天 生起次第当中 有观想方法 自己观想 生死就像红宝石一样的 阿弥陀佛这样的 非常庄严的 看起来也是见而生心 非常威严 庄严的 这样的一种阿弥陀佛 当然你如果能 观想的亲戚的话 那么旁边的一些观神菩萨 和大势智菩萨 以及无量无边的 眷属僧众都可以观修 这是诸尊的观修方法 观修完了以后 再进一步细致的观想 一面耳鼻顶上 持持充满甘露博 而两足不变加佛 作三种法业 美妙生 那么阿弥陀佛的身相 表示远离四边八夕的功德 显现佛的面是 一面佛像 表示智慧方便 智慧和方便的功德 就是二耳鼻 两鼻 智慧方便双云 作定音 定音的时候 一般右手在下面 左手在下面作定音的收音 然后在这个上面 持持充满甘露的波语 充满甘露也是表示 阿弥陀佛能满足一切众生的所望 他的教法 所以这样教法的象征 充满甘露的波语 还有两足不足轮回涅槃的耳边 加佛座 然后法义 足义 无义 具有善业 七义 无义 足义 具有善业 因此佛陀现在出家相 这样一种非常美妙的身相观想 当然这个全部现在在描述自己 自己这样观想 当然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 从来没有观想过 可能有时候观想不起来 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 实在不行的话 你前面放一个比较大的照片 最近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不是 居士林的经堂后面 整个一面山 全部是阿弥陀佛身相的大腾卡 那么应该你到山对面 或者在下面一直看着佛像来观想 然后你眼睛看着 一直观想很好的话 那么闭着眼睛也是 它所有的形象在脑海里面 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观想 自己变成这样的佛陀很容易的 这样观想 然后圆满一切相随好 圆绝无身身本性 险而无有自性在 心间愉悦上是弘尸则 刚才这样的阿弥陀佛的身相 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好 还有圆满如来正等觉的 法身 宝身 化身 还有显现菩提身 和不同金刚身 无身圆满 这样的身相 并不是像我们肉体一样 里面有肝脏 肠子 五脏卢腑 不是这样的 显而无自性的 显而无自性 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 或者空中的彩虹一样 从显现的角度来讲 一点一地的 全部是无有任何昏灶的 显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从空性方面来讲 一点实质都是没有的 并不是像我们唐卡一样变的 也并不是像树像那样 里面有一些实质的东西 所以我们观想的时候一定要像 显而无自性的 镜子里面的影像一样 无有自性的 这样的身相 心的中间 就有一个白色的 像戒指般很薄的一个月轮 然后月轮上面再观想一个 刚才前面的红色的狮子 当然这个狮子 一般有关生气次第的教言当中 特别的细 就像我们的头发间很细的笔 画出来的特别细微的狮子 很多上师也有这个教言说 如果我们把月轮和上面的中心 以后根本周闻有悬绕 有其发光珠山 如同所修阴晴如扎红万火 然后你刚才那个 心间观想一个非常细的狮子 让狮子的周围 以右旋的方式来 已经立着的 就是有欧玛蒙特瓦意识的 这几个字 我们下面有一个周轮吧 以这样来观想 全部是立着的 然后这个周语当中 这个周语不用旋转 一般我们其他内需的修法当中有旋转 有各种修法 但这里面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的话 你们有些时候也不要过于的 然后你就自己后思幻想要旋转 如何如何 也没有必要问很多 有些人现在分别念特别重 他除了这个修法以外 你不用观想任何 你这个观想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有个别的道友该观想的这个 他就不想 然后不用观想的事情 天之假也的 这个周语的旋转是怎么样 这个旋转啊 大厦是怎么样的 位置大概是什么地方的 然后它旋转的快慢到底是怎么样 一秒钟倒是要转多少次啊 这些都是没有这样要求 没有要求的话 你没有必要在这里增加分别念 就是这里怎么样要求 就这么讲一下 然后刚才说了 这个周语发出无量的光 在各种不同的十方世界当中 有无数的如来 这个光照射到无数的如来 然后这些无数的如来 全部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形象 就像大海当中融入雨水 或者雪花一样 全部都纷纷地融入 我们刚才所修的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体 全部融入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念这个周语 扎红万火 扎红万火一般是隐情 还有融入无二无别的周语 我们灌顶的时候也好 念诵的时候 经常有扎红万火的周语 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大的观修方法 现在大家应该会观想吧 我再重复一遍 先观想一切都是空性的 空性当中对众生生起悲心 然后生起悲心之后 悲心和空性融入一体的时候 全部都变成极乐世界的庄严 然后在这个中间 一个白色的莲花 中间自己的心 变成一个红色的狮子 红色的狮子就发光作二厘 作二厘之后 刚才红色的狮子马上就变成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具体的神色 大家都应该清楚 然后阿弥陀佛的心间观想一个白色的月轮上面 有红色的狮子 周围有这些 欧玛蒙德瓦尼狮子这几个藏文的咒语 然后这个法光在十方刹土当中 隐情如来融入自己阿弥陀佛 然后扎红网红 自己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增上佛办 这样这是一步修法 每次我们每天都是你们念诵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话 那我们光是口头上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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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光是口头上 我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有一些 十相念佛 观相念佛 观相念佛 还有一些慈明念佛 光是口头上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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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念这样 心里面从来都不想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 从来没有观想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光是阿弥陀佛就这样念诵 那这个意义不是很重要的 因此在座的道友我确实也想开两天法会当中 我们每天念诵必须要以这样生起次第的境界当中 然后你念这个诸语 你哪怕是念一百个那功德和力量是非常大的 因为佛藏大师和莲花生大师要求是这样做的 这个诸语念诵的时候有这个要求 你光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有时候没有这个要求 但是我们在这里念这个咒语有这个要求 所以你们念了多少万遍 念了没有 念了多少 快 念万遍 念万遍是怎么念的 想什么念的 真的 想了没有 大蝶像是什么意思 好 这样大蝗 王蝗以后诸文发光左耳里 左耳里是刚才自立和他立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色显清净无量光 身相清净心咒应 一句清净无智慧 达了这种念心咒 刚才阿弥陀佛全部融入自己的身体之后 就开始诸语 又是发光左耳里 左耳里之后 身相全部都清净为无量光 就是阿弥陀佛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 怎么会是身相全部清净无量光呢 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完全是可以的 你只要心清净的话 你看见一个人 看见一个动物 全部想他是阿弥陀佛的现象 你即使看见一个坏人的时候 阿弥陀佛化现来的 现现上是坏人 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的化现 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领导 看见国王派来的 很坏的话也实际上 哦 这就是国王派来的 我不能得罪他 那这样你心里面对他 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有情世界是这样的 然后七世界 外面全部山和大地 以及地狮活风的所有形象 全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刹土 虽然我们眼睛上 看见一些凹土不平的 各种嘈杂的外景 但实际上它就是极乐世界的幻化 现现 就这么想 然后你听到的声音 不管是人的声音 鸟的声音 还是地水火风以及各种悦影 全是阿弥陀佛心中的幻变 这个可能好观啊 你听到骂人的声音也好 听到拖拉吉的声音 或者一些城市里面各样的声音 全是阿弥陀佛心中的妙影 这样来观想 然后你心里面想的 心里面想的是贪心 诚心也好 也好 其他的一些善心 大悲心 所有的这些念头 全是想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智慧 无二无比 平时我们只要是这样观想 完全都是能清净的 不仅仅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清净观的修法 我看见以前汉传佛教里面 也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故事 在四川有一个叫做自动县吧 在那里大概是一个农村妇女 四十岁左右吧 她后来真实的念佛往生的世界 变成也是变异 实际上是世事发生的一件事情 她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准备念佛吃素 但是她的丈夫是非常坏的 她不让吃素 也不让念佛 尤其是她吃素的时候 她自己心底比较善良 跟丈夫做一些混的吃 然后自己吃素 她经常把自己混的这些东西 摇到她的碗里面 然后说是吃肉没有过失 做肉有过失 通过这种方式来慢慢骑自 也不得不随身她 她也吃魂了 吃魂了以后 丈夫觉得 我这个技巧还是很不错的 以后一定要想办法 让她不让念佛 然后她在念佛的时候 也经常让她强迫的造业 尤其是她每天早上杀猪的时候 要求妻子每天都是按猪腿 压猪腿 然后她杀着 这样后来她说杀猪没有罪 按腿应该有罪 通过这种方式 妻子实在也没有办法 逐渐逐渐她的念佛声音 也不敢念出来 这样已经过了三年 过三年以后有一天 她跟丈夫说了 说我现在已经该回去了 很快就回去了 她说你家里也没有什么 父母早就已经过世了 怎么回去了 你的家就是在这里 她说我所谓的家极乐世界 其实我在念佛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底是特别坏的 你不让我念佛 也不让我吃素 但是我默默的念佛一直都是没有罪 这样以后我每一次吃素的时候也好 杀猪的时候一边按猪腿 一边默默地念 心里面观想阿弥陀佛阿武 实在是无论为你 但是一定要有你的加持和威力 让这些动物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通过这样 凡是我手里杀的这些猪 现在全部往生 最近阿弥陀佛和这些来接应 三天以后接应 我要往生 当时丈夫觉得她在胡说八道 经常不正常 但是在过了三天的时候 确实是她的房屋内外 全部遍满一些香气 出现各种各样的瑞香 在那个时候她坐在椅子上 闭目念佛不到失声的时候 暗想往生缘解 在那个时候她特别地后悔 后来也是她自己 也改掉自己的恶习气 好好地忏悔 成了一个念佛人 中间她的这种 你们也清楚 因为她在这样坏丈夫强迫的高雅政策下 不敢念佛 但是心里面一直念佛 即使杀猪的时候也是念 当时可能你们也看过吧 喇嘛阿弥陀佛 喇嘛阿弥陀佛 不管是洗衣服也好 心中作我全部都是一种 喇嘛阿弥陀佛 喇嘛阿弥陀佛 那这样就是我们密宗里面所讲的那样 听到的声音也好 看见的舌法也好 心里面的这些分别念 全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幻现 如果我们也是真的心中作我 就是所作所为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 白天坐视野 晚上睡觉也好 一切都是喇嘛阿弥陀佛 喇嘛阿弥陀佛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且所作所为 所听所见 全是一种阿弥陀佛的清净幻现 那么我们临死的时候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只不过我们的功夫不成 真的有时候觉得得人生 遇到了这么殊胜的往生法 大家不努力的话 人生非常的短暂 尤其是你们老年人的话 我看见有些老年人背隐蔽 背诵隐蔽不是很重要的 你还是老是念阿弥陀佛名号 你七八十岁的人现在背诵隐蔽给谁也变不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 虽然有些年轻人也是觉得 我们人老了以后我们现在做凤法理生的事业 我们老了以后才念佛可能有些有这种想法 我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世间不一定等 但有些老年人现在做弘法理生的事业 可能不一定有能力一定要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这一点真的做得非常好 很多老年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用管 一心一意地念阿弥陀佛和观音心 一定要做到这样 自己对自己还是要有一种世间的控制 否则当然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更不用说 有意义的一些背诵隐蔽 参加辩论 那这样我想七八十岁的一些老公公老太太 在隐秘的辩论当中获胜 也不知道对佛教有没有贡献 所以我们刚才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 也就是所谓的大乐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景象 没有任何苦受 我们如果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远离四边八戏的一种境界 或者我们现在现象一切的苦受都没有 这样大乐的境界当中 然后一心一意地念 《我妈门得瓦伊斯的红诗》 我妈门得瓦伊斯的红诗一直这样要念三十万遍 然后每一次我们念了多少时间以后 最后作回向 作回向的时候 愿我迅速依此善 成就无量受佛顺 一切众生今无欲 悉仗 彼仪等知生为 最后自己想 愿我这样的善根 所有的众生成就无量光佛的果位 那么下面是小字 佛藏品后面的小字 一十一字根本咒 三十万遍得悉地 总共咒语 有一十一个文字 一十一字的根本咒 如果我们念诵了三十万遍 三十万遍 那么一定会获得悉地 获得悉地就是成就 也就是说值得往生 这是诸佛菩萨的金刚语 大家一定要深信 所以你们这次 大家在开法会的时候 你再忙 再怎么样的话 一定要尽量地这次完成 这次如果不能完成的话 那么在短暂的时间当中尽量念完 念的时候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每天都是自己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以后 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些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这些什么都不能想的话 很简单的 我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自己心间观想诸轮 发光利益众生或者迎请诸佛菩萨 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 一直念 欧玛蒙德瓦伊斯通 欧玛蒙德瓦伊斯通 一直这样念 然后念到一定的时候 你要想做回向的时候 或者念这个颂词 或者念《普贤行愿品》 或者《极乐愿文》后面的部分 这些观想还是很重要 当然如果信心非常大的话 我们以前《极乐愿文》的大书里面也是有 在市区那一带达多地方的一个人 他不知道阿弥陀佛的身相是什么样 他觉得他是蓝色的 阿弥陀佛是一个蓝色的身相 但是他一直一心一意地念《极乐愿文》 后来也往生 这种情况是信心特别大的话 你观想一点都不清楚 光是你念佛话或者念信咒也是能做到的 但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法 阿弥陀佛的身相 大家应该能清楚的 一定要观想一些唐卡或者照片 照片你经常放在前面这样念诵 念诵的要求在这里三十万遍 其实三十万遍 汉地在《法院诸林》当中 《法院诸林》是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道士法士》他写的 他里面也是讲了 往生者诵三十万遍在面见阿弥陀佛 决定得生安乐净土 有这么一个教证 所以我想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佛藏品当中 就要阿弥陀佛的心度念诵三十万遍 而且汉传佛教的往生之后 也是要念三十万遍能面见阿弥陀佛 而且决定往生 有这么一个教言 所以这个教言的一些缘起 高僧大德们的这种说法 应该说是完全是一致的 佛现四月无缘中 其后回向发心愿 小处现世非世亡 来世极乐胜切尽 十股俱缘当修持三玛耶 他这里说 最后刚才把自己观想为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还有外面的世界 观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全部变成花光 自己阿弥陀佛也是花光 全部都是无缘的空性当中安住 如果我们自己真正有一些 大圆满和大宗观的证悟境界 在这样的证悟境界当中安住 如果这些证悟境界什么都没有 最后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全部都发光 融入发迹 什么都不想的一点作业都没有 这样的一种空性当中稍微一两分钟自己安住 安住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发愿 刚才想我这次的三个全部都是天下无边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就这样来发愿而作回向 如果这样做这个修行法是非常殊胜的 我们一般遣除非死的违缘 非死死亡本来我该活一百岁 但是中间出现一些违缘 我只要五十岁的时候要死的话 那么非死死亡 所以阿弥陀佛实际上有长寿佛是无二无别的 只要好好地修 阿弥陀佛实际上其实自己是长寿佛 很多人都是很愿意长寿 但是造罪业的话你长寿也不一定有意义 好多居士在医院里面检查 一定要不要出现什么意外 我一定要获得多少多少年有这种心愿 其实你光有这样心愿不行 你要修这个法遣除非死的一些死亡 而且来世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具有因缘的这些人一定要修行 像以前我想在座的人真的遇到这个法 还是有殊胜的因缘 在从历史上看依靠净土宗 而获得成就的人非常非常多 不仅是藏传佛教里面 汉传佛教当中是更多的 比如说三大法师就是净土宗的第二祖 那么他也是到晚年的时候一心念佛 但后来在有些历史上面是这样讲的 以前福祖通缉吧这个历史上面写是 他在三十多年当中没有睡觉 我们不要说三十多年 好多道友都是三天当中不睡觉 后来还要补上六天睡觉 他一般一直念佛 以后很安然地往生 当然这些我觉得是佛教里面非常著名的诸师 所以我们可能不能比他们 但是也有一些 比如说以前明朝的一些书里面 就是往生记 莲慈大师的一些 唐朝的莲慈大师的往生记里面 鹦鹉念佛 最后往生的 现在的一些往生思路里面 有时候旁生依靠僧众念经的声音 就是获得往生的 小狗获得往生的 还有公鸡获得往生的 这些事业非常多的 所以有时候我想 虽然我们不能比上以前的一些大德们 净土宗的祖师 藏传佛教的一些 像千玛仁波切 萨迦牌的斯朗哲玛 龙摩菩萨等等 这些往生的成就者 我们要比他们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有时候想 跟牦牛 鹦鹉 和小狗 这些比较 他们念佛念得也不准 而且小狗再这么聪明的话 肯定不如我 所以我有求法的意乐 往生极乐世界的意念 我为什么不能念 我为什么不能往生 一定要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强烈的愿望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强烈的愿望 以前我们法王如意宝说过 你们那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想法 就像年轻的朋友他恋爱的时候 他一直想着对方一样 你如果心里面想着是 一直想着往生极乐世界 一直想着净土的功德 一直有这样的愿望的话 决定会是往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很多人口里面都是念念念佛 但是实际上强烈的愿望没有 如果强烈的愿望没有的话 不一定能往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说 就是往生的想法非常重要 我们美方仁波切也是这样讲过 如果我们念佛即生当中没有真实能往生 你如果在中阴期间或者临时的时候 你只要一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显现在你面前 马上往生 如果你临时的时候不能显现 你在中阴的时候能不能忆念佛陀 如果忆念佛陀的话 那个时候强烈的信心 力量也能往生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心中作 我一切时候都有对阿弥陀佛有很大的信心 我个人真的对阿弥陀佛的信心都是特别足 自己都觉得应该法王也往生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 只有往生其乐世界有不共的一些殊胜的因缘 一定会是能往生 但是有些往生的念诵 祝语主要世间有点 好像有些事情是没有完成 所以这一点自己一直觉得不够 一定要空出时间来讲往生的资粮一定要准备好 随时死亡来了以后不要管这个 不要求我能不能再活一天两天 医生求求你 上师求求你 你加持我长寿一百年没有这个要求 我只要什么时候该做就要往生 你临死的时候一定要想 不管你在住院医院里面也好 或者其他出现一些违缘来出现思想的时候 就像我们那天讲路中阴的时候观想上师 当下你觉得我离开人间的 那一刹那间当中就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的话 麦彭仁波切也想了 临死的心很容易转变的 立即你的信心和阿弥陀佛的缘力结合起来 马上往生的 所以我们这里不供的一些意愿 缘气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在别的地方的一些人 我们传承的一些弟子 真的是往生方面有很多的一些优势 我们世间人觉得比如说上面有一些领导 然后自己也有一些智慧的话 那上面领导的势力和我们不供的关系 我上台 我上去应该有一种不供的方便法 很多人都有这种说法 同样的道理 一方面上师如意宝一定有很多真相 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那么上师的加持和我们自己的发愿 再加上阿弥陀佛不供的这些愿力 各种各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们只要有往生的一颗心一定会是能往生的 所以大家在念诵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 不要善心而已 每天都是在表面上跟僧众一起 阿玛阿弥陀佛 阿玛阿弥陀佛 但心里面从来都是没有想过要想往生 那这种心态也不是很好的 一定要改正过来 这样的修法实际上是三世大列喇嘛 在雷达南巴佛藏愿文当中接触的 那么我们这个仪轨的后面 当时法王如意宝 枫扬这个仪轨的时候 盖了两个藏 一个是勇灯将错 还有一个图灯裙本 这是法王的传承上师 法王老人家不管是到国外 还是在国内 到哪里去的话 贪劳人家上师的障碍 一直呆在身上 但没有重要的事从来都没有盖过 所以这个上师老人家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在上面盖了这个因 然后老人家自己的障碍 原来也是你们知道我们发愿 每个人念诵《喜解脱》一字旭的时候 在一字旭上面盖过的 那么这个往生净土法的仪轨上面也盖过 为什么要盖这两个藏呢 意思就是说按照上面所讲的内容 对往生其乐世界有强烈的希求心和信心 有强烈的希求心完成三十万变阿弥陀佛行作的 这种信徒一定会是能往生的 那么能往生我们世间当中作保证 由我来负责 我就签名 我就改账 我们世间的一种做法也是这样的 上师如意宝也是当时在成千上王的眷属当中 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诺过 他说 如果你们以强烈的信心 这样完成所谓的佛号和信咒的要求 不能往生那我说法都是白费 我没有这个把握的话 这这么多人当中也根本不会这样承诺的 上师如意宝有很多的金刚语 给我们也是讲过 就是到现在我记忆有心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有些人可能也没有见过上师 但是我想我们传真上师的加持和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很多人的做梦也好 白天的各种征兆 应该说上师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在座的人也短暂的时间 就是不知道活在人间要多长时间很难受的 年轻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大家都是一定要开法会的时候就好好地念诵星座 这几天当中好好地念诵 然后平时尽量地把三十万遍阿弥陀佛的星座完成 这样完成的话 有上师的承诺我们会往生的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这个把握吧 遇到了这么殊胜的法 甚至世间的一些旁生动物都是念佛而往生 我们跟这些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我们还要忏悔 忏悔很重要的 大家最好是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埵星座 然后阿弥陀佛的名号一直这样念的话 我想决定会是能往生的 在万年的时候很多人遇到这个法 真的我觉得非常有福报 没有福报的话根本不会遇到这么殊胜的法 所以大家应该生起欢喜心 阿弥陀佛的修法简单讲到这里 好 阿弥陀佛的修法简单 阿弥陀佛的修法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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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孤独重生 想想生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会生生世世醉醉于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会不断念下去 阿弥陀佛